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谈的话题也是专门为了他应他而谈的 就是谈50度灰 他说你们除非要谈50度灰 不然他不来 他就不灰过来了 所以冒着我跟广美都没 我们在大陆在内地没法看 不让看 不能看 你在香港你看了 所以你为什么这么踊跃的想谈这个 没有这么踊跃 首先第一个 今年春晚的核心字眼就是灰 花灰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50度 我们也是灰一下 发灰一下 对不对 另外一个比较 我比较注意的还不单是这个电影 而是很少有所谓的情欲片 在香港的电影院 在最大的影院放 你知道原方的那个十几个影院 它有两个是最大的 你刚进去的左右两边 它一般都是放那些动作大片的 阿凡达 对对 这类的大片才放 可这个电影居然在这么大的影院放 而且是在情人节前后 而且客满 很早就订不到票 都是男男女女 成双结队进去看 你说这个构成一个 客满是过去我们河北人说厕所满原了 所以我一听你说客满 我想你一堆人蹲坑呢 客满 那是不是 但因为我听人说这个电影就是个厕所里的垃圾 不能这样说 首先第一全球票房很好 第二也挺好看的 当然你可以做很多的政治批判 你可以有很多不满意 但是你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也非常值得分析 因为这么一个讲色 就是虐待的 SM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为什么可以在全球变成这么畅销的小说 这么红的电影 而且这个女主角 虽然在电影里全托 接下来奥斯卡发奖 她红地毯 她还上去颁奖 也就是说她被主流的电影圈一下子接受 这对好莱坞女星来说有什么奇怪的吗 很少 那你以前一百个好莱坞女星 咱没有看遍她的裸体 但是不一样 有的片子 它是拍是为了艺术 这个是为了色情 这个是她打正牌子 是一个所谓情侣大片 情侣大片 有点像以前的九又二分之一 星期 这一类的这样的一种故事 这个片子在西方票房之火 你听说了吗 我听说了 因为我在家里面有那个 这个卫星电视吗 你能看 不不 我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片子 我是大概在那个情人节之前 看到那些卫星电视 就是在 像在台湾 就强力的播放 每三分钟播一次 然后我心里想 哇塞 这尺度这么大的那个电影 能播吗 然后想 对情人节快到了 估计是要抢情人节票房的 就没有想到 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发现 网上对于这部电影的 关注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我稍微小小做一下 因为最近好多那种 所谓的那种小说翻拍的电影 这部电影大概是 而且现在 就是说 除了他票房非常成功之外 你知道他的那个 书的销售 超过了哈利波特 这个小说的这个作家 原本是一个 真的名不见经传的那种家庭 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 就长得那种飞头大耳胖敦敦的 那个样子的 然后他因为这部 这部小说 一二三啊 就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作者 但是我也听说 这个小说都烂 小说比电影还烂 是吗 他们说那个电影还比小说更 因为他的那个词汇啊 非常的少 非常的弱 他一直在称赞他书里面的男主角 他只会用一个字 beautiful 他除了美丽这个字之外 他没有其他的形容词 称呼男的英语是beautiful吗 就是说他可能美到一种境界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这个作家的作者的这个词汇 真的是太少太少 少到他只会用beautiful 我今年学会一个amazing 你说什么amazing you are amazing 什么意思 amazing 很神奇的 比漂亮更高 不一样的形容 那个amazing可以形容更宽广的东西 amazing可能是很难看的一个 或者是你做了什么很出格的事情 或者做了什么很厉害的事情 我们就amazing 比方说 就是amazing but not beautiful 那要是看见一个女的说wonderful行不行 也是可以 都是正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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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我跟广美啊 都是有点隔靴搔痒 对吧 现在据说啊 现在有一个视频 说是两分钟就能让你知道这个电影是怎么回事 古阿末吗 我的神啊 这是个台湾口音的 对 徐老师你看过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的是一个被人咒或是咒人的故事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 还在读大学的女主角 帮自己读新闻系 现在却正在感冒的闺蜜 前往采访身为大企业总裁的男主角 男主角绝对不是因为他是男主角 才能年纪轻轻就挡上身家百亿夸国企业的总裁 他绝对是因为从小靠自己的实力 加上一些努力才成为总裁的 一来到总裁办公室 女主角被预设第一次见到男主角 死一定会跌倒 所以他就跌倒了 接着发现自己忘了代比 此时男主角就觉得 哇天哪 这女的好单纯 好不做作 好特别 别人跟我开会都不敢忘了代比 只有他敢忘了代比 而且他还会跌倒哟 他一定是我的真命天女 他真的跟外面那些妖艳的见货好不一样 我最喜欢这种 朴实又没心机的女孩儿了 呃 他真的只是忘了代比 接着男主角就开始追女主角 在酒吧英雄救美 绝不毛手毛脚的深夜酒醉照顾 最后开始生机在女主角回家玩 女主角内心一个小路乱撞 决定以身相许 追到手之后 男主角才说 我在交配时喜欢搭配玩一种 我负责揍你 你负责被我揍的游戏 哦 这电影就明白了 差不多 是吗 差不多 概括的很好 但是就慌张就慌张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很老土的这么一个故事 居然有这么多人看 这是非常非常奇怪 我就一直带着这个问题 看整个这个电影 就是 薛老师 对不起我给你冒昧的请问一下 您是自己去看的吗 对啊 你不是跟那个被揍的去看 不是 薛老师你知道吗 这部电影 就是说他推出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预售票 大概是打破全球的这个记录 然后听说 就是说这个 广州的深圳的 通通都相约 去香港看 所以您看到那个客满的状况 可能很多都是广州跟深圳过去的 上海的呢 就江浙一带的呢 就还有飞到日本去看的 哇 这么火气 就是组团啊 全都是 但是重点人家是组团的全都是贵妇团 他的年龄层是落在35岁到55岁 所以您可能是他们没有期待中的一个观众这个受众 这是说两两个女的去看 不是两个女的去看 就是说会什么样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跟作者一样 他是满足中年妇女的性幻想 是的 哦 中年妇女幻想被人揍啊 不是 就是说其实 文涛你知道这部电影里面所有你期待的那些画面是少得可怜的 所以你说我们那个 如果这个史诗第一集啊 他还会往下拍 还有二三嘛 他还会往下拍 他就是说听说我们的编导有人去看了 跟他先生一起去看 他他在那边看得很开心 他先生都已经睡着了 这是在电影前面的第40分钟之前 任何连接吻的镜头都没有出现过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能更属于那个精神的层面 所以那个那个在日本票房惨败 只有在日本票房 别的地方都很成功 因为日本人坚决表示我们的动漫的水平比他高 日本的AV片这个 日本人那个口味 这个什么口味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这么轻轻讲笑 他到最后还要拍成爱情片 他在日本算小清新 他基本上的主题 他的按心理学的分析呢 他的那个观众群呢 就是目光之城的粉丝群 明白没有 就是说一个女的碰到了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呢 什么都很好 又很有能力 又很漂亮 但是他不是一般的人 在目光之城里 他是吸血鬼 在这里 他是一个虐待狂 就是说他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人 但这个美女呢 他为了爱 他可以跟一个鬼 跟一个迫害狂 就是女的为了爱 可以以身相许 以心相许 哪怕交给鬼 就是女的怎么爱上魔鬼 然后自己最后还变身为吸血鬼 对 像那个吸血鬼拍了好几集嘛 这个这些戏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女主角要绝对漂亮 你想目光之城 这个女主 但目光之城男主角也很漂亮 这部戏的缺点呢 是男主角没有那么漂亮 这个女主角的漂亮是有缘的 他这次奥斯卡出来的是红地毯的时候 他跟他妈妈一起出来 他妈妈我就不认识了 他妈妈我真是不认识了 他原来就是walking girl 二十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美国电影 walking girl 工作的女主角 工作女郎 工作女郎 当时她是一个很性感的 很妖艳 就是走那个嗲嗲路线的 这么一个女的 她不知道是年龄的关系 还是整容的关系 现在出来面目全非 但是女儿出落的非常漂亮 那个采访的人还问她了 说你看了女儿的电影没有 她说我没看 然后那个女的 没忍心看 她意思是说我看不下去 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女的就 女儿就在旁边说 Come on This is a movie 你装傻 对不对 这是一个电影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对于这个男主角的评价 你说这男主角长得不够好看 女的都说好看 我问过女的 女的都说这个男的好 所以男女的标准是不一样 其实你问我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男的 长得有点太嫩了 就是没有男人味 但是我后来去 那个research一下 这个男的背景 你知道他是那个 那个就是 Cavin Klein的内衣模特 我找到了 他选角的过程非常复杂 对 淘汰掉好多人 有人想拍不能拍 有人最后选中了他 不敢拍的 怕被人骂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角色的 这个设定太完美了 所以有些人怕扛不起来 然后最后选 真的在最后一分钟选了 现在这个男生 这个人以前没演过什么戏 他是模特出身的 所以那个身材 好得不得了 我有他的那个照片集 哇 那个真的是 很流鼻血的一些照片 那我这个诊断 就是中年妇女 对男色的需求 对小鲜肉 我觉得对 表面上看 是中年妇女 对男色的需求 甚至不惜被虐待 但是当他拍成了 这么一个大片 他的情欲大片以后 他打在哪了 打在他这些销量 影院制作成本 他成本都很高 他细节都很讲究 就是那些那些 就是照一个大片的格式去拍的 但是实际上呢 一旦变成大片 要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呢 他还要歌颂爱情 所以他表面上的故事 是把身体交给你 其实的主题 是跟我们春晚一样 把心交给你 给你 因为我没看这个电影 都是咱们从这生发出来的 我现在能不能理解成 就是说现在的电影市场 是绝对的叫买方市场 也就是说你看 比起前 比如过去咱们讲的欧洲 什么电影大师 什么费里尼 或者是什么人的 那个时候拍的电影 包括像在咱们中国 也有一些导演 比如说我是个艺术家 好像我来催眠催眠你们 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需要什么 我来告诉你们 什么是你们应该看的 对吧 这是一种话 但是是不是现在对于这个商业片来说 是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 就是完全精准的计算 各个因素的搭配 比例平衡 充分满足 他要达到的观众 是不是这么一种计算 他是两极分化多元发展 像这部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商业制作的这么一个电影 针对的是特定人群的某些特定的欲望 可是你看今天奥斯卡的最上后的 最后面的两部讲 就是你刚才讲 那就是艺术家至上的 我带着你们的 我有不同的带法 我鸟人吧 对 我就一个长镜头 从头跟到底 管你头晕不头晕啊 对 我就是艺术家自杀 我就是不认可 我既谴责这种蝙蝠侠 蜘蛛侠的那种大作模式 但是我对艺术家 今天的这种对世界的抗衡 我也采取了个非常悲观的 那是鸟人 但另外一部 我最喜欢的 就是Boyhead 就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 哇 那个电影 那你看 那就是 我心想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像五十多灰这样 就是主流 它只是 真的只是一个票房 一个市场 一种需要 就好像我们人 我们需要吃点蛋糕 对 但是这就是蛋糕而已 它不是鲍鱼 不是鱼翅 不是汤 不是药 真的好东西 那个少年时代啊 我真是 太替他打抱不平 那个奥斯卡 没有拿奖 那为什么没拿呢 给了鸟人啊 鸟人 给了鸟人 鸟人呢 他是写 好莱坞自己的show business 他们说 好莱坞有个习惯 非常喜欢 给他自己的表现 他们自己的 对 show business 我看见一个评论 就是说这些个奥斯卡的 这些个评委啊 自己就是这种老白男 鸟人表达的这种过气的 对 过气的明星的这种心态 对 正是他们自己现在的状态 对 是吗 对 但是少年时代真是好 这是难得的一部片子 拍的这么朴素 这么自然 他是一个导演 找了一些演员 每年拍几个礼拜 他不是一直拍 他每年啊 就拍几个礼拜 然后他一直拍了12年 所以里边的戏剧性啊 非常精彩 就好像你比方想 哈利波特的男主角 你隔一阵看到这个人 长大了 有胡子了 你就非常感慨 对不对 他里边的男主角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故事就是这样 一点一点发展 你不用叙述的家庭的背景 母亲一会儿结婚了 一会儿离婚了什么 可是小孩一会儿长青春痘了 一会儿长胡子 一会儿反叛了 一会儿要抽烟了 一会儿要找女人了等等 就这么慢慢慢慢的表现 看的时候稍稍有点闷 但是好电影 我记得我记得原来 徐老师跟我讲的这个什么 这个一个影评 后来我看这个电影啊 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 就是这个侯孝贤的那个海上花 徐老师的评论就是什么 说这个电影太好看了 看得睡着了 醒过来看还好看 这很多电影是这样 就是你会看得昏昏欲睡 但是你醒过来还是很好看 真是我不好 应该睡醒了才看 对 这个香港有一个影院 我发现那个影院 其实后来我再也不去了 就最贵 就原方那个 他最贵的 就是躺着的 200块 你可千万不能去 那基本后半场就是 咱们的岁数 再好的就着了 对 少年时代 而且他长 当然还有个问题 就是他跟那个黄金时代一样 他开到两个小时40分钟 我还是觉得电影 以两个小时为好 两个小时以内 你过了两个小时以后啊 观众就是有点 过去说是那个谁啊 唏嘘苛刻嘛 有一句著名的话 他说电影的这个时间 不要超过憋一泡尿的时间 说据说憋一泡尿的时间 是一小时45分钟 当时他们的电影就不长 但是 光美你说 因为咱没看过这个50度灰 我觉得 本来这个说 如果玩这个SM这种东西 这应该说属于一种亚文化 对吧 那么你这么说 你难道说 这个噱头 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的人呢 我觉得 我刚才是想回应你 就是说你刚才对于 这部电影的很多的 这些阴谋论啊 什么想法 什么商业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 什么可歌可泣的那种大片 我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主题非常明确的 然后受众非常明确的 其实它的受众就是女性观众 中年妇女的观众 而且你刚才说到SM这个东西 它跟咱们的节目一样 很多事情它就是个由头 它就是个由头 你这个由头 你会不会发展开来 你不一定要发展开来的 它跑题了 它还待在那个里面 但是其实它让你什么都看不见 重点是你什么都看不见 男人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男人所有的 关于爱情 关于性 关于女人 要直接切入主题 大部分的人 就是直接切入主题 女人不一样 女人喜欢过程 而且那个过程 越折腾 越开心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 你说女人喜欢目的 男人喜欢过程吗 不是 它指的是在这个性爱这个领域 不是 你在一切的领域 是吗 在关于情感跟感情的这个领域里面 对 不是 但还有一个 就正 要老不结婚的话 女的就不满意了 老停留在过程当中 我讨论的还不是 我觉得结婚那是一个目的 对啊 那还不叫 我觉得那不叫一个结果 我老觉得结婚这个事情 好像现在都冠上了太多的算计在里面 我现在讲的还是比较单纯的情感跟感情 或者是你要说性爱方面的东西的话 是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作者 他本身就是目光之城的 因为他 目光之城的粉丝 他爱慕那个目光之城的男主角 他要把那个狼人给人性化 让他变成一个真实的 吸血鬼 对不起 对 吸血鬼变成一个真实的人 他用他成为一个蓝本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后面 他背后带领的一群 跟他一模一样的女人 哎呦 现在这个女人越来越成为 扭转世界的这个力量 对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为什么这群女人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在他们真正真实的生活里面 他们得到 得不到这样子的满足 对 这个是讲到 他们的伴侣 他们的老公 他们的男朋友 在这方面的这个层面上是达不到 谁肯花钱拿领带绑他 不是 而且是不是 谁谁愿意 不是 这长得跟小猪似的 谁肯花钱拿领带绑他 领带都是几百美金一条的领带 不而且 说这个话有点 而且还得是个帅哥绑他 你要是个李逵绑他 可能他也受不了 对 还得帅哥来绑他 还得是总裁 霸道总裁 我以前说过 我有一次也是为了做节目 去看了小时代 出来以后听到后面一群观众 欢乐的在议论 很开心的 回头一看 都是那女的 都长得 就是这样 每个就是 看得很开心 就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实现不了的梦 是吗 我觉得 艺术弥补生活之缺 就是无意识当中的缺憾 我觉得这可能跟长相 还没有很大的关系 哪怕你貌美如花 你是钟楚红 你是林青霞 也需要SM 不是需要SM 我觉得是更多的需要在 就是说这种互动 就很多的这种 钓鱼跟被钓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女人 你只要 拿到了她的心之后 你不要说SM了 你让她去跳楼 她可能 她可能真的都去跳 这是过来人的话 我不是这么一样 我说这是 这是有体会的 这是人跳过的多 这是有体会的 你知道就是相比之下 就是说这个女的 她好像其实突破某种禁忌的 这个潜在能力 比男的更强 但是她要有感情做先导 比如说一个女人 就是我见过那种 就是变成女与女同性恋的 好像比男的 就本来不是 但是后来发展成女与女同性恋的 似乎在统计上 我看过一个统计 比男的多 比男的多 就是女的更容易说 两个人如果产生了 类似于爱情的东西 她更能跨越 咱们认为不可跨越的 这个东西 而且那个爱是更强烈 更惊人的 你看本身这个女的 她有一种 她如果真的爱上了 她真的有一种 类似于可以接受这个自虐 还是被虐的 就我个人来说 我看这个电影 我越来越不懂女的了 跟人讲不懂 我就是看不懂这个男的女的 为什么会喜欢 就在里边的这个男主角 你想象一个大楼 是她的名字 家族的名字 然后全身穿那个名牌 对不对 然后没事干 到那个女的打工的那个五金铺 在那里去泡她 对不对 做很多这种事情 女的就很喜欢 觉得这个距离很好 但这个喜欢都是拉开距离的 不能抱现实的 到现实当中 你跟她说 现在李泽凯这样对你 你会怎么样 去去去 人家就会 就会不接受 可是这么编出来的这个人 在西亚特的这个地方 人家就会那么想象 他这搞不懂 他进了这个情里边 和在这个情境外头 是不一样的 他一进了这个情里头 我从某种程度上 我看过 我觉得是不是女人相比比男人 真的是有现身精神 这个当然咱不是说这个歧视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 好像是丹麦的 非常好的一个电影 就是这个电影 讲的你要这么看 也是你觉得很变态的一种心理 就是这个女的非常爱的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在海上石油钻酒平台 出了事故变成这个就是就是瘫痪了 还是昏迷不醒 就这植物人好像 后来又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但是这个男的有了一种怪皮 这个男的必须要让这个女的去跟别的男的这个发生关系 回来讲给他听 只有这样啊 才能刺激他大脑的这个恢复 医生也是这么讲 最后他就发展成当了这个妓女 然后把这个经历回来跟他这个大脑已经变态的这个男朋友讲 这个男朋友促进他大脑的这个恢复 到最后这个女的简直是自我被折磨至死 然后这个男的大脑恢复了正常 然后最后安葬这个女的就是坐在一个轮船上 这个女人的尸体啊 这个男的就把他送到海上 因为好像是要海葬 然后这个镜头我记得很深的印象 这个镜头从这个抚拍从天上抚拍 最后啦啦啦啦啦 我们听到了钟声 最后看在这个近景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天堂的钟声 就是说这 这他这个电影最后的寓意是这个女的这样的灵魂 为了爱受苦受难的这个灵魂 最后天堂的钟声为他敲响 我就看过这么一个电影 你说这是不是能说明女人的某种情节呢 是的 我刚才就讲到 就是说其实 我们光没眼泪就出来了 不不不 没有没有 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那个心 所以为什么你说电影我没看啊 就是说为什么到最后 他的那个说我到底要不要把心交出去 没说这个话 这是我的理解 对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 他的心其实已经交出去了 他如果没有交出去的话 他不可能去签那份合同 他不可能去签那份合同 到电影第一集完 还没签 还没签 还在做前戏 OK 合同还没签呢 那个电影简介 真的台湾人说的 还有第二集 女的把他改变了 肯定后来就是这样 女人的爱改变了 男人爱揍人的习惯 女人的梦就是改造坏男人吗 对对对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是发展交易 男的费揍人 女的费揍人 女的费揍人 而且那个谷哈默 连目光之城